哈哈哈哈 哈囉大家好 我是哈姆 OK 來玩這一款爆炸城堡TD 我們給它加載一下 今天的話是11月5號星期二 這邊先同意一下吧 語言應該就抓到繁中吧 好 碩人要進攻我們城堡是不是啊 我剛剛大概花了一個小時在那邊瀏覽遊戲吧 沒有找到什麼遊戲都是一些英文遊戲啦 所以這一款也是有點半英文半中文這樣 遊戲名稱 這邊可以選這個閃電祭司冰空熟火焰法師 好 最近這種類型的塔房遊戲蠻多的 這款怎麼3D的啊 然後這個獸人走很慢 慢慢的進攻我們 20波啦 20波 然後我們就閃電啊 火焰啊 弓箭手啊 冰啊 雷啊這些有的沒的啊 大概還是附贈5個吧 然後 這個 這個應該是普攻吧 中間這個應該是普攻 因為它冷卻比較快 算是我們的普攻啦 主要是我剛跑去找一些修仙武俠遊戲 可是那個都需要TOPTOP帳號 我TOP的帳號都不知道丟哪邊去了 因為TOPTOP有分國際版的跟那個 簡中版的 簡中版的 用手機它都不會發訊息給我 收不到那個認證嘛 就沒辦法玩 就真的放棄了 反正想說它玩 找好3款要來玩 就是有時候會 有一陣一陣啦 有時候會突然沒遊戲可玩 有時候遊戲又超級多 通常禮拜一禮拜二遊戲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我這邊剛找全部都是英文遊戲啊 哇哇哇 他們走過來了 它的那個音效也太大聲了吧 真的打雷 我今天看一個新聞有點扯啊 那個 足球比賽 好像是南非 非洲那邊的是不是 是南美洲那邊的 南美洲那邊的吧 換哪個國家 看過就忘了 新聞啦 結果他們那個在比賽足球 然後突然下大雨嘛 他就要停止比賽 然後他就開始 要跑啦 結果那個 不偏不移一個雷就直接 打到一個人身上去 然後那個人立刻就燒焦 然後旁邊的人全部都被 震到 倒地 可能他有一個落雷然後可能會 擴散吧 其他人可能也震 也被電到吧 就好像以前去那個游泳池啊 游泳的時候 以前小時候游泳池不是室內 都是室外的 遇到下雨 下雨啊 打雷啊 全部都要上岸 不能在游泳池裡面游泳 也是會怕打雷 這個是冰攻守 這邊有個冰的 我們這邊有個普通攻守 這邊是冰的 然後一個電一個雷 電 雷 然後普攻 所以真的是 被雷打到跟那個中熱透機率一樣低吧 在空曠的地方真的是 太危險了 他這個雷聲就是有點像打雷的聲音 以前我在裝那個 裝一些監視器還是什麼的 這邊拉電電線就是幫我姐的電 電面那邊裝東西 拉線 天挖板在那邊拉線 然後突然間我站在那個 梯子上面然後突然間我被電到 好 因為我沒有帶一些絕緣手套什麼的 其實很危險 突然間被電了一下 那個那一瞬間我的 那個 我的眼睛是一片白的 那電到我啊 然後你原本看那個畫面就突然就變成一片白光 大概是因為我被電了吧 然後就嚇到 好 還好沒有怎樣 沒有摔下 也是挺危險的 好 他這個雷聲也太大了吧 怎麼都是半獸人啊 沒有什麼刺激的感覺 這個遊戲有點不刺激喔 目前不太刺激 有沒有加速啊 要完成此關卡這個加速 有的可以馬上加速耶 好啦最近這種遊戲真的很多 就是一陣一陣 這一陣子特別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倒是因為我玩了他就去推薦我 搞不好 因為那個 Play商店也是會依照你的帳號喜好的遊戲 然後去推薦你喜歡的遊戲 就跟你看那個YouTube一樣 你如果是用他推薦給你的點一點那還好 如果你是用搜尋的喔 那不得了了 你搜尋了這個題材這個主題之後他 馬上就推一堆給你 類似的 會有一大堆 然後就看你要不要看 如果你要繼續看他 那你就真的真的喜歡看 如果你不喜歡不點大概兩三天他就不見了 那個主題就不會再跳出來了 王家商店 痾 就商店嘛 有一些免費要看廣告 然後角色 現在應該沒什麼裝備吧 這個可以強化一下 然後可以升級一下 有圖紙是不是 好 戰力116 我是騎士啊 這就是那種西方魔幻的 有城堡啊 有騎士啊 有魔法師啊 弓箭手啊 我們剛剛沒有100%嗎 因為我們那個城堡剛剛有被打到喔 語言的話是 繁中啊 哇這麼多國家 這個莫測三十 二三十個國家 都不認識 那這個遊戲下載量應該蠻多了吧 果然啦 十萬加 十月三號有更新喔 我看一下喔 是更新十月啦 發佈是六月 因為這個是那個 play商店上面 點來下載的啦 可能我最近有玩這類型遊戲 他就推薦我啊 痾 這個是圖鑑嗎 然後這個還沒有開 來 我們玩第二關吧 這種遊戲 背包吧 庫存 朋友邀請加入我們 提示 好花五個肉肉來戰鬥一下 我們大砲可以瞄準喔 喔 喔真的呢 大砲是可以瞄準的喔 我就不能自動嗎 不要管他應該會自動吧 他自己自動有沒有 自己瞄準 這種通常冰的會比較強 因為冰的可以穿透 然後火焰的是爆炸啊 燃燒啊 然後閃電是可以直接墊後面的 我不知道他墊哪裡啊 打雷聲又開始了 墊後面喔 我這個1級了 因為生了一次 1開始是零級 還是他啊 1 2 3 4 我現在還有一個弓箭手吧 還有一個弓箭手吧 會越來越多種啦 就是我們這個英雄會越來越多種 不是只有這幾種而已啦 來喝一下水 我的殘寶又要受傷了 這樣就沒有三星了 我們這邊有三千滴 然後他變成說要關卡才可以加速 有的是可以掃蕩啊 過關之後掃蕩 然後戰鬥中可以直接加速 那沒辦法 這個遊戲就不太一樣 他給我感覺是節奏太慢啦 比較緩慢的 呦 我沒有這個德魯伊喔 我都不知道了 呦 我還以為是弓箭手 也是德魯伊啊 德魯伊有夠慢的 他可以幹嘛 滾輪嗎 滾過去 因為這種都會有一個滾輪啊 木頭啊 滾過去 欸 沒錯 被我拆到了吧 這個如果你有兩個或三個還是放大就會很強 他就可以一直打到後排 持續性傷害這樣 我快輸了 我剩一千多 這邊有一個 大的魔獸 野蠻人 就是魔獸世界裡面的半獸人 半獸人 周杰倫的歌 周杰倫 欸 不是要開演唱會了嗎 劉德華剛剛開完啦 原本好像是颱風天那一天吧 然後後來延起 然後劉德華就那個啊 他就中國人了 所以就順便統戰一下 這幾天的新聞啦 他要統給他統啊 統不了 至少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志 沒那麼簡單啦 只是他的身份就是好像有職務吧 以前就有聽說他好像有職務吧 好像那個陳子丹也有啊 什麼成龍啊 陳子丹啊 反正他們都有一些共產黨的職務吧 職位啊 只是我也沒有去了解 啊 德魯伊 這兩天的新聞吧 一直在那邊吵 好 20波啦 20波啦 沒了 因為這個 已經是最後一波了 推回去 我剩一千多 那我們就玩到這邊啦 時間差不多啦 好的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 點讚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